哎宝贝啊 你帮我把你爸爸 劈到旁边那个椅子上面去 这太复杂了我不会 我就提了这么一个需求 你都没有办法满足啊 你这个需求一点都不简单好吗 上次我跟我老姐妹 去农家乐照片修图那个项目 一开始我是找你做的 你也说需求不合理做不了 后来我就找我们公司小张啊 人家两分钟就弄好了 一搞过 你们小张就是学这个的呀 反正这次这个项目呢 你要是做不了的话 那Q4的生活费 我们就要再聊一聊了 别嘛别嘛 我再试一试再试一试 今年旅行项目怎么样 还没反馈我去追一下 怎么样 你妈说下午没反馈 你帮我催一下 嗯好的 怎么样啊 你妈说今年8G的不太够 我今天先算了 别啊爸 你再帮我争取一下 根据我多年三方经验来看 三方公司是指甲方乙方之外的 第三方 这个预算不是去你外国家 就去你老娘 那你帮我问问 这个预算能不能给我换个手机 嗯好的 我去反馈一下 辛苦 反馈下来了吗 刚好跟你同步了 你妈说只要情报考到千三名 就可以考虑自然之外的手机 多大的 六四级 五一二的行吗 我去反馈一下吧 不过希望不大 反馈下来了 你妈说最多给到二五六的 那不合作了 哎你别冲动了 这样你先拿一个单向脚印金 我先去布施一下你妈 今天先把手机这个事定下来 我去找外婆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去年就说好我考前三名给我换手机的 去年你们唐美丽缺考 你那个数据本来就有水分 我不管我不管我 小时小时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我们还是可以再努力一下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对我说 我来传话 你过一面去 那好的 马上就行 三方 宝贝啊 有项目找你 又什么事啊 年底呢 我们家巴结他有点吃紧 所以我和你爸在考虑啊 趁着这一波CNY的campaign 做一下资金的回笼 需要你去做一下相应的PR 啥意思啊 我们的初步设想呢 是针对老年用户做一波递推 从而达到以红包为媒介收回现金的预期 哦 就是让我去长辈家里要压岁钱是吧 可是我不想去啊 收到的红包可以给你一些反点 啊 应该是我收到红包给你们反点吧 嘿嘿嘿 我来说一下我们这边的诉求啊 我们希望你呢 可以认出一些远房亲戚的title 同时过程中穿插一些唱歌 乐器 背腾诗等等的节目表演 然后这个时候 哎 你记一下啊 我们的keyword是 过年好 恭喜发财 哎呀 我不要你红包 哎呀 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啊 是吗 那好吧 谢谢啊 这其中 哎呀 我不要你红包 这句话是痛点 我们希望你可以口播三遍 那我要六个点的分成 五个点不能更多了 那我不合作了 啊 好吧 好吧 那我去把这个项目外包给你表弟表 啊 哎 别 别 别啊 可以 可以合作 我四个点就够了 不要找我表弟 他没有信用的